杜成发现姐姐在与肖奈何结婚前夕竟然逃婚 为维持家族与肖奈何的脸面 杜成虽然是男人也只能替姐出嫁 而自己竟在她的丝暴与温柔之下逐渐沦陷 哈喽大家好,我是野猫 今天我们要玩一款新游戏 World is Love on Air 这款游戏是之前我在玩IG的时候突然间划到的一款 深幽BL恋爱游戏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好像这个男生是我们还是怎样的 那开始吧,就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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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已经按到了 不过我已经按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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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知道成就我已经呢 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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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版权问题我就先跳过啦 他的片头起 伊特...伊... 欸? 雅樹在刺耳的鈴聲中睜開眼 他還沒有完全的回過神 臉部便迎來了一個重力的強擊 雅樹低頭看向擊中自己臉部的平板 他的主畫面仍舊顯示著一份文檔 那是因為他 姉妹送給了電影劇場的電影 BL… 我已經想不想承認了一遍 但如果断了 你怎麼可以把賣賣給你的賣賣? 我以為自己的賣賣給你的賣賣 我只想把賣賣給你的賣賣 想要做一件事 我真的想要做一件事 我真的不是瘋子 前面 你不想去看一件事 我心裡有很多情感 我聽到不明白 在這場景 我心裡有怒氣的聲音 但我心裡有想念 我心裡有想念 男人和男人 在那裡罵人 我只能穿上去而已,為甚麼要求呢? 穿著俐落套裝盛氣凌人 與聲音導演起爭執的女子 是這次作品的出品方,莫寧 趁莫寧姐和聲音導演討論時趕緊把雜音去掉 波浪,好糟糕 都在上耳機了,為甚麼還能聽得那麼清楚? 他與真實情緒不同的聲音 都在上耳機了,為甚麼還能聽得那麼清楚? 他與真實情緒不同的聲音 你不說話,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POP noise,DIP noise,Paper noise 感覺不同,只有音的大差別 那,你以為他所說的正確 我沒有必須的事 你已經辭職了! 聲音導演帶著臉色蒼白的配音員離開了工作室 托秀監督賞 我的音響監督是Aki君 Aki君,我沒想到脅迫 我能夠幫助我嗎? 我只是想錄音幾個作品 不太酷的要求 的確,這些如果沒有莫寧姐出錢出力做我的擔保人 我也無法順利的成立工作室 可是... 雅蘇的情緒從過去回到了現在 他關閉手中平板的螢幕 這個聲音聽起來很少 這聲音聽起來很少 不... 這是我的姉妹 而且 現在最優先的事 是 完成錄音 收到了一整LINE的信息 小树 之前請你下載的錄製管理你下載了嗎 OK 下載了 成婚的劇本和合約我發給你了 你再到錄製管理 你再到錄製管理確認內容和需求 好 小树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導出的作品一定能擠入人氣Drama排行 什麼Drama榜 太誇張了 期許歸期許 我們公司要分明 要是你沒有在錄製期限前完成 我還是會按照合約來求取違約處分的喔 這個很可愛 錄製管理 有了 時間太久 都忘了自己安裝這個APP了 莫菱姐說 資料都發到錄製管理裡面 先打開它看看吧 喔 成婚 有好多條件喔 我都還沒有達到啊 使用上下左右或滑鼠 使用上下左右或滑鼠 選擇APP來執行本周行程 右方這裡是亞速的檢疫能力屬性 詳細可在工作室內容查看 疲勞會影響行動成功率 請注意健康 工作室當前資金和銀行扣款日期 銀行扣款日若資金不足會導致破產 哇 這又是好麻煩喔 可查看獲得的錄製專案資訊並執行錄製 專案錄製需經過四個階段 每個階段需要花費五個連續工作日 滿足錄製專案的執行條件後 專案即可執行製作 為達到目的 可使用線上進修 提高亞速的能力屬性 部分錄製專案有完成期限 為在期限內完成錄製 則會導致破產 Oh my god 所以我們現在是溝通引導跟表演技巧 需要加強 透過學習可提升能力屬性 課程名稱對應同名屬性 可用課程數充足的情況才可執行學習 業間名氣只能通過錄製專案獲得 OK 可用路程數不足時 可以在商城購買訓練券 那我們現在有多少可以 各個都可以嗎 嗯 我原本想要選擇這個溝通引導課程 那溝通這裡的話 我們只有錄製專頁跟溝通引導加分 但我們現在是要是溝通引導跟表演技巧 所以我們選擇表演技巧吧 小樹 之前我PO網真配音員的事情有回應了 這份履歷你看看 合適的話就查來錄音吧 簡歷 從照片看起來個性很活潑的小朋友 您早時間和他聊聊 雅樹依照簡歷上的聯絡方式 將訊息發送出去 OK 到時候見 好可愛 那天然需要戴什麼啊 要穿這次服裝嗎 人來就好 手機因對方截二連三的訊息 不斷發出鈴聲一陣洞 文外傳來電鈴聲 雅樹打開工作室的大門 門外站著一名穿著高彩服飾的少年身影 衝突發出鈴聲一陣洞 呦 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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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快地走進工作室,好奇地打亮著這個空間 聲音很有活力,音質也很好 太久沒有面試過,都忘了該怎麼做 一般面試頭又問什麼啊 有點過於熱情 喔,本? BL 電影劇劇很難,但... 如果是演員的話,都不能任何事 耳邊傳來刺耳的聲音 他的聲音和情緒一直不同,但那是...興奮 他是真的很想配音吧 亞樹目測群衣的聲高,調整麥克風的高度 身長169cm これでいい 169.5cm ねえ音響さん、ちゃんとプロフィール見てくれた? お? チェックチェック,1,2,3 ぼくの声聞こえる? ぼっちり モニターの赤いランプがついたら セリフを読んで OK 雅速關掉通話,按下收音鍵 純粹依照他的指示開始表演 他的聲音很明亮,聲音的波形也很美 語句之間留的間隙恰到好處就是... 而純粹依照指示繼續錄了幾句,成果都不盡理想 他的臉色也愈來愈灰暗 耳朵好痛 純粹依怒氣沖沖的離開了錄影室 也許再繼續繼續 不再採用的話,就能說清楚了 馬虎!二次來的! 很小孩子 吃一季朝雅樹做了個鬼臉,便大步離開工作室 本來以為聲音導演只需要錄音就好了 沒想到還有好多事情要學 而且還有原本的貸款要處理 總覺得事情一下變得好多好多喔 唉,不管啦 外出去走走,順便收音,調整一下心情吧 這次我們要出去一下嗎 看看我們的心聲好了 今天是7號 然後我們是... 4月1號要還款 那些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工作室資訊 人力是0 然後 溝通引導23 表演38 錄製40 喔,我們是初女座耶 9月9號 雙9 175 可以 擁有我的東西 這是什麼 喔,課程券 好 露營技能 休息一下個性就這 OK 然後我們出門吧 當地點出現角色標誌 即可在該地方遇到對方 G9號代表特殊事件 有機會推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 進入地點可看到該地當前的全部事件 頭像可觸發角色專屬事件 探索可獲得額外獎勵 嗯,可是我們要收音耶 但我不想要攻略他 哈哈哈哈 收音好了 嗯,這個地方不錯 來收個音吧 一段時間之後 這段音檔的品質 應該還行吧 雅樹收到音檔 時間也不早了 回去吧 休息一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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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疲勞值26 睡覺飽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多功能啟用 這是我們工作室的作品 嘿,等一下 這不叫成婚? 渡成發現姊姊在與蕭奈何結婚前夕 竟然逃婚 為維持家族與蕭奈何的臉面 渡成雖然是男人也只能替姐出嫁 哈哈哈哈 渡成本以為蕭奈何會體卸自己 沒想到她竟然施暴 與她 而自己 竟在她 的施暴與溫柔之下 逐漸淪陷 oh my god 一個怨打一個怨愛 是喲奈何 香奈何是這個嗎? 高冷霸氣 能力出眾 因出身 無法獲得要職 香奈何為獲權位 杜氏集團董事長臨終時 答應與其女結婚來穩定公司 但新婚當日等待她的竟是杜成 香奈何本遷就杜成 卻發現自己逐漸受杜成的天真善良所吸引 然後杜成是雙生子中的弟弟 天真但小 生平做過最大短的事情 就是代替逃婚的姊姊與蕭奈何結婚 杜成本想尋回姊姊 卻沒有想到自己從此過上一條 防範身份被人揭穿 一邊承受相奈何的欲望與怒火 還要時刻隱藏自己的心意人生 所以我們是要半成女生嗎? 然後我們的杜成是半成女生嗎?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台詞啦 等一下我們看看我們可以錄字沒 還差一點 我們再學習一下好了 完美了 門外傳來電鈴聲 雅樹打開工作室大門 那個髮型…怎麼搞的? 哈哈哈哈 不久不見到 阿希君也知道什麼樣的事情 我把照片給両親送給你 游西拿出手機準備替兩人自拍 雅樹伸手推開他 之前為了下定決心改變 才特意連頭髮也一起改變 但沒想到… 我覺得不錯啊這個土髮 從小到大的好朋友 還有對彼此的荒唐習慣 記得特別清楚 就是因為你退役了才不想麻煩你 記得游西那時宣布退役 還…發生了一場家庭革命 啊… もうこんな時間 阿希君 両親から急ぎの荷物が届くから 先に帰るね そんなに急いでるのに なんで来たの? 游西大手照著雅樹的頭頂 使勁的將他的頭髮柔軟 俺に隠し事してるからでしょ 大事なようじゃないか 嫌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 俺が嫌いなのは 君が悩んでいる時に 最初に俺を頼らないことだよ 友達なら頼らないと思う 好きなだけ利用してよ 利用するって 分かったか? 出ないと手を離さないぞ 分かった 分かったから じゃあそういうことで レコーディングの日程はまた教えてよ じゃあね ああ 游西鬆開手離去後 雅樹摸者還殘留著對方溫度的頭髮 キャンディ作りを始めてから 力が強くなったみたいだな いってって 小樹 恭喜你找到配音源啦 除了建立配音源基本資料 不要忘了請對方提供發布時想使用的譯名 譯名 就是發布作品時對外公開的名字 有的配音源會使用本名呢 但有時因為題材的關係 有的人還是會使用理名來配音呢 總之好的譯名不僅容易獲得大眾的關注 更容易累積知名度 所以不要忘了跟對方要做一個資訊 如果對方沒想法 想說你替他取個譯名也可以 我不知道了 蛤 有的配音源發布作品時 會特意為自己取譯名 也就是理名來販布 確定後就無法更改喔 石又西 他叫柚子也不錯啊 那我叫有幼居嗎 啊 他的這個幼 是連了他這個幼嗎 然後橘勒 就是他身上的衣服 橘色 這樣又橘好了 下午 文外傳來電鈴聲 文外傳來電鈴聲 小樹 我訂了一副耳機當 賠償 三時間 你應該抽到了吧 還有把上次請你印出的本子交給送貨員 順便約他可以錄影的時間 只許神功 不許失敗 但是我已經把他看走了 雅樹打開門 看到剛才的男子正朝著社區入口前進 便邁開大步追上對方 雅樹喘著氣 好不容易才抓住對方的手臂 男子感到訝異停下的腳步 狐疑地看向身後喘C的人 雅樹 男子的點頭 見雅樹鬆開的時候 將手中的包裹與文件交付給雅樹 收下牛皮紙袋 看著紙袋上空白的手間人 與地址揍起了眉頭 對方拿出手機 低頭看了一眼螢幕上的訊息 將牛皮紙袋收入包裡 很悲哀 很悲哀 次的配達工作 等下 有記錄嗎? 不錯 男子跨上機車 揚長而去 你負責了嗎? 你竟然把錢扔了嗎? 那男子很怪 一定是配達業者 新的詐欺師 最近有很多詐欺 要注意 又來了 摊挺八卦的表情 跟語氣 但他們也不是蠢 對 嗚 啊 閉嘴 我沒有決定了 沒想過了 我忘記名字也忘記了 很棒 那裡有天名和住所 這樣就能夠找到他 配音員資料一起用 OK 現在是早上還是晚上 OK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 配音員 可查看角色資訊 上手資料需要與對方互動才會解鎖 友好度會在平時與配音員的互動中增加 當抵達階段上線 後友好度便不會再變動 需出發角色事件 讓友誼進階 每位配音員 皆有擅長的聲音表演類型 當前上鎖的類型 會在亞素與角色的關係推進後 得到解放 關鍵作品 每位可攻略角色擁有四部關鍵作品 全隨著與對方關係推進 逐漸獲得 關鍵作品是否錄製完成 對攻略角色至關重要 OK 他這個 朋友呢 是 強氣跟弱氣都擅長 然後 只有能四個作品 然後這兩個 我們還沒有真正的去遇到 真正的接觸 完整的遇到 然後我們現在時間是幾點 可以出去一下 市中心 商業區 我們找這個好了 因為我們需要他的資料 指向上的地址是這個地方 亞素依地址尋找到店名 看到一對男女在店外大聲吵鬧 我還沒受到 你看 那你拿到的商品 怎麼看也有分解的跡 有任何問題 你也沒有分解的 我明顯是不良品 你也不能給我 製造品上 返品 你也不能給我 嘟嘴 什麼 什麼 男子揚親手 預備攻擊亞素 沒預期的 亞素趕到 身子被用力以下後拉 一雙強力的 臂膀替他擋下了 男子揮下的手 是他 男子揚黃額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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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可以 那裡また找到 女子揚黃額桃 阿神 剛剛好像是她說這個名字 說話感覺蠻輕鬆的 他在這裡工作 應該是指我們的答案吧 說的是我吧 沒有想問的 凌晨再次跨上機車離開 對呀 哥哥 如果有什麼想要的東西 你會使用我們家的店 我還是幫他換一下名字好了 竟然是凌晨 凌晨的話月亮高照 好 可是他講的名字會影響到他們的人氣 但我不會安民 月一定是有的 星月怎麼樣 星月好了 星月 雖然我取的名字很辣 但是對不起 我家裡的星月好了 看我們現在都有一個人 就是凌晨 騎車兜風 他屬於高冷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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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